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在韩国有很多无人商店 因为遭到拿东西不结账 甚至还有弄坏自主服务机 从中取走钱的事情常常发生 而引起了社会问题 但同时也有非常有良心的行为 感动了韩网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在韩国庆州的一个无人商店 一名小朋友站在自主服务机前面 他要付款的是两盒游戏卡片 共50账 价格是5万很币 而他将信用卡放进去后 没有点击付款 而是点击了取消 然后将卡片放进口袋里 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的离开了 对,假装结账后就那样偷走了卡片 但因为是小孩子 所以店主并没有报警 第二天 有另外两位小朋友来到商店后 在架子上拿了一盒卡片 就是与昨天被偷的是同款的游戏卡片 因为这卡片一般是一张一张的在卖 所以盒子上并没有价格牌 因此无法结账 因为根本就没有输入到自主服务机里 所以没有QR Code 因此也无法付款 但是这位小朋友 却跟昨天直接偷走的那个孩子 完全不一样 他先从打开的盒子里数了一下 盒子里总共有几张卡片 然后拿了其中一张走到自主服务机前后 用手一直点击服务机 一个盒子里总共有30张游戏卡片 他非常正确地点了30次后 付款了 在付款之后 他也把用来付款的那一张卡片 也放回原来的位置了 当时这个店内 除了一起来的朋友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人 店主表示 在经营无人商店的这三年来 遭到了数十次的盗窃事件 有的人直接就砸掉了自主服务机 有的人戴着手套 直接就拿走东西了 所以店主在监控看到孩子的行动后 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却让店主非常感动了 希望大人们看到这影片后 能感到惭愧 这孩子以后做什么都能成功的 再来的话 真的想送他个礼物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父母群教育的真的很好 把孩子教得这么正直 应该会引引为傲的 虽然最近变成了 做了应当做的事情 也会受到称赞的社会 但是孩子的举动 真的动了我的心 珍惜希望他能维持这个人品 以后成为大人物 看到第一个孩子偷东西 在看到第二个孩子按照数量正确付款后 真心觉得家教很好 然后最后 看到大人们偷东西的样子 真的是连个孩子都赶不上 因为是小孩子所以没报警 偷东西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不管年纪大小一定要报警的 这样才能传到父母亲的耳朵 警察也会让父母严格管教孩子的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是无人商店的老板 今天看到一个小学生在偷东西的话 大家会报警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